我们现在要上的东西叫做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 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东西的性质有两种 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 第一种叫物理性质 什么叫做物理性质 物理性质就是只跟你自己有关的性质 跟别人都没有关系的性质 就你而言 你的头发的颜色 你的身高 你的体重 这就是你的物理性质 只跟你自己有关的性质 跟别人没有关系的性质 一个物质 它的溶点 它的废点 它能不能导电 它的密度 它的比热 就是所谓的只跟自己有关的性质 这种东西叫做物理性质 化学性质就是 跟你会不会变成别人 会不会变成别的东西 怎么样变成别的东西 有关的性质叫做化学性质 可不可燃 燃烧是个化学变化 烧完变成别的东西 可不可以燃烧 可燃性 燃点有多高 什么时候会烧起来 活性 活性就是跟别的物质反映的难以诚 叫做活性 这东西叫做所谓的化学性质 变化就分两种 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 物理变化就是自己没有改变的性质变化 组成不变 没有心物质的变化 我讲过 我后面会告诉你什么叫组成 组成就是里面的原子的种类 树木根 排列方式没有变 未来会交水 所以S2O两个氢加一个氧 冰两个氢加一个氧 水两个氢加一个氧 水跟气两个氢加一个氧 这叫做储存不变 这种变化叫做物理变化 没有心物质产生的变化叫做物理变化 所以 所以叫 有心物质产生的变化 本来是铜变成氧化铜 本来是钠变成氯化钠 有心物质 心东西产生的变化 就叫做化学变化 氧化 燃烧 电解 本来是水 变成氢跟氧 变成不一样东西 这样子叫做所谓的化学变化 这就是考试要考 一样 就像这样一样 心肠好次选一 下一个合则为物理变化 ABC2 心肠不好 时选多 写个十个二十个 以上哪些是物理变化 以上哪些是化学变化 选一堆 多一堆 看人家心肠好不好 会认 会分辨什么叫物理性质 什么叫化学性质 什么叫物理变化 什么叫做化学变化 台湾 通常把溶解当作物理变化 考试的时候 写了溶解 台湾的考鉴 你就给我写它是物理变化 但是这个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 有些东西的溶解当作物理变化 比较没有问题 比如说化学变化 融在水里面 这个比较没有问题 有些溶解放进去是物理有问题 后来就会学到 氧化钠 融在水里面 会变成钠鱼质跟氤鱼质 这样的都没变化吗 有问题 所以 比如说像二氧化碳 融于水会形成碳酸 明明就是化学变化 所以 溶解是帮助物理变化是有问题 但是因为台湾的考试都 都这样的舒服 你就这样回答 但是这是有问题的 到底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 有问题 那以后我们会教粒子观点 跟前面一样 我前面在讲 纯物质混合物的时候说过了 我们学完粒子观点 你会更清楚 什么叫做纯物质 什么叫混合物质 同样的学完粒子观点之后 你会更清楚 什么叫物理变化 什么叫做化学变化 后面会再提 这是 后面的事情 当然 这也是错的 你的补习班老师 你的补习班老师 或者是你的参考书 可能会跟你讲一句话 叫做变得回来的是物理变化 变不回来的是化学变化 这个也是错的 但是 你现在的考卷 几乎都能用 你现在的考卷 让其他考卷 其实不是 不是 我们举例一些 我们举例一些 我们举例的一些不是 我们会想说 比如说水可以变成冰 冰可以变成水 制造之后 变得回来 可以物理变化 木头可以烧成灰 灰不会变成木头 身体变成熟 不然实在会变成身体 不能回来的化学 但是 这些都是化学 都变得回来 大家想个句话呀 有水的时候粉红色 没有水的时候蓝色 对不对 你再去考一考不是吗 考一考变蓝色 变回来了 加水粉红色变回来了 有三个化学变化 后面的流三桶 会再加了 有几个水 没有水流 它是什么白色 有水有三桶 蓝色 也变得回来 也是化学 还有 后面还有加一些什么 酸甜之气的变色 然后加上 也是一样 加酸是A颜色 加酸是A颜色 所以变得变成 都是化学变化 所以 这是错的 变得回来的是物理 变不回来的是化学 这个说法是错的 但是 你现在的考验上 几乎都能这样子用 你现在考验上 问你谁是物理变化 谁化的 几乎都可以这样子判断 所以 物理性质 就是只要看一看是最大的性质 只要看着光 只要借着观察 只要去的测量 或者借着某种物理变化 就能够知道性质 要物理性质 但是化学性质 就一定要透过化学变化 可不可燃 稍看看 燃点多少 稍看看 这样才会知道 所以呢 物理性质就靠观察 靠物理变化就知道 化学变化 化学变化 要靠化学变化才会少 好 好了 剩下的 我们下次再说 没有下课 接下来 你看 以化学变化 经常就有新物质产生 因此会有一些现象 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现象 你确定有新物质产生 你就确定 会有化学变化 然后考试就问你说 下列何者有发生化学变化 看它的状况你就知道 第一种 有沉淀 这里有一杯液体 这里有一杯液体 两个都没有沉淀 倒在一起有沉淀发生 那你就确定 有新物质产生 就表示有化学变化 比如说 这个 这个也是要交的 这些例子 我后面所举的例子 都是以后都会交到的东西 也都是你要背的东西 你现在就给我背起来 碳酸钙加氯化钙 会产生碳酸钙沉淀 会产生碳酸钙沉淀 这个也是二下的 硫带硫酸钙加盐酸 会产生黄色的硫沉淀 所以 两个液体倒在一起 结果有沉淀发生 我确定有新物质就是有化学变化 有泡泡 这个不是泡泡 这个也不是泡泡 倒在一起却有泡泡生成 有确定有新物质产生 比如说 这个很快马上就要学到 这个马上就要学到 碳酸钙加盐酸 会产生二氧化碳 这也是马上就要学到的 双氧水分解会产生水跟氧 这个二氧化碳跟氧 就是马上就要学到的东西 要记得 要记得 OK 没有泡泡 变成有泡泡 我确定有气体生成 颜色变化 这个颜色变化指的是物质本身的颜色 不是刷油漆啊 本来白色刷黄油漆变成黄色 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是物理变化 那不是化学变化 是物质本身的颜色发生改变 本来是A颜色变成B颜色 本来没有颜色变成有颜色 这是教过的 记得吗 绿化雅菇 有水的是粉红色 没有水的是蓝色 我要你说拿到粉红色 来烤一烤对不对 受热之后 水不见了 变成蓝色 还有就是分泰 也是马上就要教到的 就是它的酸碱指示剂 碰到酸是这个颜色 碰到碱是那个颜色 这个时候 碰到酸 碰到酸呢 就会变成无色 分泰在酸中是无色 这也是你当回要害你背的东西 所以就记住 这些东西我就确认 因为这些化学变化 因为我确定透过这些状况 我知道有新物质发生 我就确定 我有发生化学变化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氢加硫酸酮 产生酮加硫酸酸 那个蓝色的 那个蓝色是因为同来的 然后头不见了 谁愿无色 这也是颜色变化 东物质发生变化的时候 会伴随能量 有的会吸收 有的会放出 吸热反应 像这下吸热 融化气化这些 国中讲的吸热跟放热 不一定要吸收热 吸收能量 我就称为吸收热 比如电解 电解是要通电 给它电能 吸收电 我也把它叫做吸热反应 受热分解就是吸热反应 放出能量 凝结会放热 凝固会放热 酸减中和燃烧都会放热 燃烧是个常常烤的放热反应 因为燃烧就是剧烈的氧化 剧烈的化学变化放出光跟热 这个常烤 问你燃烧是吸热还放热 他会骗你 我要点蜡烛要先点火 蜡烛才会燃烧 所以燃烧是吸热 错 燃烧就是放热 燃烧就是放热 国中所学的化学变化几乎都是放热 所以你放热不用特别背 你就背吸热就好 未来学到的时候 如果这个化学变化是吸热 你就把它背下来 那个比较少 没有背过的就是放热 没有背过的就是放热 好 暖暖包 里面有铁粉 里面有水跟盐巴 那个盐巴是为了要那个 就是说什么 帮忙他 让他反应快一点 帮他反应快一点 好 啊 请问你然后呢 所以根据这样的状况 你可以知道 这个铁的氧化过程 是一个吸热反应 还是一个放热反应 王伯祥 体力啊 暖暖包 打开来 放在身上 会温暖 那是因为里面的铁粉 发生化学变化 氧化的关系 由这个叙述当中 你就知道 铁氧化是一个吸热变化 还是一个放热变化 还是一个放热变化 像什么 放热吗 吸热 吸热吗 很好 等一下 我再找个女生问一问 嘉宣9号 暖暖包 就是铁氧化 拆开暖暖包 放在身上 是让它感到温暖 所以由此可知 暖暖包的氧化作用 是吸热反应 还是放热反应 你说放热 黄柏强 黄柏强 你刚才说吸热 你要改答案吗 不改 很好 请坐下 你坐 暖暖包 把热放出来 让你觉得温暖 你觉得温度高 所以呢 它的氧化是一个放热反应 那是个放热反应 请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质量守恒定律 发生物理变化跟化学变化前后 参与的总质量不变 这叫做质量守恒定律 我们通常是在考化学反应的考这件事情 化学反应前总质量100克 请问你化学反应后总质量几克 答案叫做100克 就这样 叫质量守恒 很简单 但是呢 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叫做总质量 要全部都算到才会守恒 如果你有漏算 就会不守恒了 下学期就会交 比如说 铁氧化是化学变化 铁氧化是铁加氧 如果你原来蹭的时候只蹭了铁 只蹭了铁 然后 做完这一遍氧化铁 这个质量就不会守恒 因为一个铁一个是氧化铁 你没有生到氧 就不会守恒了 要全部都算到才会守恒 要说它才会守恒 那通常一个变化是既有物理变化 也有化学变化 甚至还会彼此促进 我们举的例子是蜡烛燃烧 大概它是分两段 前半段是物理变化 一个固体的蜡 炎火之后 会融化变成液体的蜡 被那个灯芯吸上来 然后呢 蒸发变成蜡蒸气 这段是物理变化 固态变液态 液态变气态 然后变成气态的蜡之后 再去跟氧作用 产生了二氧化碳跟水 这段是化学变化 所以蜡烛燃烧的过程 是既有物理变化 也有化学变化 前半段是物理 后半段是化学 所以经常一个过程中 是有物理变化 也有化学变化 这个蜡烛燃烧的过程 请你记住 前半段是物理 什么样的物理 三态变化 固态变液态 液态变气态 后半段是化学 蜡烛跟氧作用 产生什么 二氧化碳跟水 要记住 要背 有人有问题了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好 学科长练习